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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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些香灰炒掉的,他用一些瓶磨到瓶瓶,家裡的要不要不要磨了 香灰怎麼?香灰滿了 不是,香爐啊,香爐都瓶了,後期會吃白骨,上次全部都磨到瓶瓶,還要記住都瓶瓶 瓶瓶叫瓶瓶,以後要記住這叫瓶瓶,磨的瓶瓶的了,磨蛋糕啊 叫瓶瓶啊? 叫瓶瓶,怎麼樣呢? 叫你不要磨了,磨到瓶瓶磨了就香 你有條件就磨,沒有條件就不要,有時間你就可以做這些功德,明白了嗎? 哦,這等於是有功德的話 哦,當然了,你所有幫菩薩做的事情全部都有功德的呀 哦,明白了 哪一年拜師必須好啊,哪一年拜師好啊,只要拜師好啊,只要拜師能夠求智慧,求菩薩保佑,年年是好年,沒有什麼哪一年的,聽得懂嗎? 哦,沒哪一年拜師好啊,拜師好,還反就對話,唯獨就能打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你以後講話呢,慢慢講,鼻子呢要學會,不要臭啊臭啊,因為有時候,你講一句話,鼻子臭兩下,人家最後都聽到你在臭鼻子,聽不到你講話聲音了 嗯,明白了嗎? 是的,我老爸,我講一個夢,馬上我跟他說的一個八次,發生了,感覺到有事發生,沒有下車,我跳車看看下,把一條有條路晚上的,我跑上去的時候,地球轉,我帶一個很長的,很多人還帶吃飯耶,帶吃飯,我感覺到好像一個地上有一個,好像玩具坐在那邊,有人在那個鬼都帶著,有一個氣泡,不到我的之後,我吃上吃完了,我不知道要問什麼,感覺還沒有什麼, 我沒有飽,都醒來了,這個夢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夢就是你最後醒來了,因為前面我都沒聽見了,哈哈哈哈,聽不懂了 沒有,前面我好像來到一個地方了 來到一個地方? 那個人我看不到,看不到,感覺到有人,而且有人在去,有一些人,有人在那邊好像拜他那樣,你說我在這個時候,我飯還沒有吃飽,我夾還沒有,我沒有,不懂,要說什麼好 嘎嘎嘎嘎嘎嘎嘎,吃飯沒沒吃飽,看見一個人在拜佛,然後呢,你搞也搞不清楚,對不對了? 嗯,記住了,記住了,看見人家拜佛,你們飯沒吃飽,你就知道了,你功夫不到家,聽不懂啊,人家都在努力用功 就說明你啊,整天還不好好的努力,還要更加精進努力,明白了嗎? 哦,明白 好了 嗯 嗯,海南這個,再開始幾句 開始幾句,你以後講話真的要練一下,因為你講話,衝得話筒太近,有時候聽不清楚,你知道嗎? 因為你聽不清楚,聽不清楚,聽不清楚,我的 我是馬來對他很小聲哦 哦,你啊,總會找理由好了,哈哈哈哈 好啦,那下次下次再見了啊,好好努力,學佛,再見,再見 再見 再見 這個熊樣,你說說看,你怎麼好意思講他呢,對不對?就像很多母親啊,啊,父親啊,看見自己的孩子殘疾了,腦殘了,有點缺陷了,你看就有一個很有名的個性,他的孩子吐醇了,對不對啊?他也不捨得啊,他永遠看見孩子,他心痛啊,所以我們要有這種慈悲心,你看師父不願其煩的跟他講,就是不願意放棄他的慧命啊,明白了嗎? 喂,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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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倒计时开始了,5,4,3,2,1 这样不听是吧?没办法了 打进一个不容易 没办法,好了,挂了 这么不珍惜 所以我跟你们讲了,有时候嘛 因为打了太长时间了,打不进 他们也做点其他事情 但是打进呢,他们又不注意 就是有时候在自动播的时候 要用眼睛稍微瞄一下 是不是打通了? 其实很多人说做人跟薛佛都是一样 实际上师父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做人做得好 好,你这个人一定有禅心禅念禅意 禅是什么? 禅这个东西你其实要仔细分析啊 真的,又是静又是动 动静自如啊 所以禅是一种智慧了 好 喂,你好 喂,师父你好 你好,请讲吧 一直给师父请安 谢谢 我想问一下那个 一个梦境 一有一个女同修梦到另外一个男同修 带着他的另一半啊 跑过去丢了150块的美金给这位女同修 然后这位女同修跟家人在一起 拿了当中的50块 要给自己的爷爷 就是上当费用这样子的付出 假如说现实总局也是还没有过世 因为你的人物我听不大清楚 一个同修看见 一个男同修 带着一个另一半 你就说带个女朋友就好了吗 对,带着女朋友 带给,就丢给原来的这个女同修 一百五十块 对 实际上这个里面就是牵扯到 一个问题了 这个同修是不是跟这个男同修在谈恋爱 这个问题很 对,这个男同修跟女同修在谈恋爱 好了,说明这个男同修现在 经常在动小脑筋了 两个人还很好 这个男同修已经在动小脑筋 看上另外一个女人了 思维当中有所动 在一年当中就有所硬 明白吗 嗯,了解 但是并不是代表已经把这个女同修已经甩了 但是心已经动了 明白了吗 嗯,了解 他还活着是不是 对,爷爷还活着 对,爷爷还活着 对,爷爷念五十张小房子嘛 就好了 对,爷爷念五十张 他的药定是五十张小房子 对,对,对 那个女的嘛 就是可能这个男的命更当中有一个女的 或者是一个佛 有一个佛友 仔细观察一下 他在公学会里 可能有一个女孩子也很 很喜欢他的 所以这些事情都要好之为之啊 做人不能 啊,这个 吃着这个 吃着嘴里 看着眼,眼睛 看着人家碗里的 不可以的 嗯,好 嗯,好 好,好吗 好,师傅 在一个节目就是 有一个师兄梦到自己上山去 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去过了 结果就中途下车 之后到了一个地方 大家准备看烟火的时候 他就看到那个安倍晋三 就问安倍晋三问题 安倍晋三就在他的白纸上 用蓝笔点了一点 别人就问了 你为什么纸上会有蓝笔 他就说 是安倍晋三写的 后来这个师兄就去朝山逛 就看到一个男师兄跟在后面 但是去到一个比较暗的地方 就突然间他 现在的男朋友就 就在抱他,亲他 但是走到比较亮的地方 那个男朋友就走开了 然后他就走到 走到一个 就觉得很孤单 就去看海 就去看海边这样子 但是突然间就四周 就上了水 然后他就走进一个办公室 那里面也有水 但是在走进去里面 就没有水了 然后看到有人在讨论那个 这个涨水的事情 这样又代表什么意思吗 是 台长 基本上这个梦呢 是属于阴梦 比较阴的梦 有阴梦有阳梦 对 就是心态 在激烈的斗争 在调节当中 在调节当中 所以叫他要特别当心 有些事情不该做的不能做 明白了吗 嗯 好 好 好 你跟他一讲这个梦 他就知道了 嗯 他最近是有在 在改名字的问题 啊 不单单改名字了 他想改运 呵呵呵 嘿 嘿 嘿 他想改运是真的 啊 有的人改名字玩玩 说不大好听也有 他是拼命想改运 呵呵 你叫他 你叫他少接触点音器就可以了 这个抱抱 那个抱抱的话 音器太重 呵呵 呵 所以不小心接触到音器啊 可是他是女师兄 一样啊 男女师兄一样啊 这还不懂啊 只有男人 去想抱抱啊 这个一样的啊 叫他去买个枕头抱抱嘛 好了 嗯 哈哈哈哈 好 好了 感恩师傅 嗯 那个师傅我问你 就是 实际上我昨天有打进一屠城 嗯 那时候师傅说 那个 那个女师兄是那个 短头发的 结果我就想 欸不对啊 他是长头发 结果我 我打完屠城 我问他的时候 他说 他那时候在 就是有在 有在化妆什么 所以我就把头发抛起来 看见了吧 对啊 一模一样 看见了一模一样 我是专门被你们冤枉的 哈哈哈哈 很多人 很多人我当时说 人家都说没有没有没有 结果 节目做完了 打电话来 师傅你说的是对的 那我不冤枉 对对对 哈哈哈哈 对 给师傅唱歌 不好意思 这个小事情了 师傅就是在冤枉当中长大 所以我的弟子也要学会 试点冤枉 对他们有好处的 听得懂吗 坚强 经常被冤枉 人会变得坚强的 听得懂吗 嗯 好 谢谢师傅 来师傅 我问只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那个 不会有开示过 心不 灵不随静转吗 那时候 灵不随远转 嗯 那个 第一句我们比较好理解 但是第二句的意思是什么 灵啊 是灵魂的灵是不是 哎 对灵魂的灵 灵不随什么 远转是不是 圆 圆分的圆 灵不随远转 这还不懂啊 灵魂 灵魂那是一个离开身体 离开肉体的 才叫灵 对不对啊 嗯 对不对啊 那么好了 你如果 可分成主灵 和分灵 对不对啊 如果你的本性 是不是也叫灵啊 对 你的本性 良心第九是 第九意识当中的 对不对啊 阿摩罗斯的 比方说这个本性 如果你 能够 常住在 本性当中 你这个灵魂 永远 在本性当中活着 任何缘分来了 你都 鲁鲁不动 是不是灵 不随远转啊 嗯 听懂了吗 对 对 没听懂 没听懂 这个师兄的理解是说 就是说 我们本来就有一些 我们应该修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如果有外言的话 我们也不应该去 去改变自己本来应该修的方法 这样子嘛 对啊 他讲的比较浅一点 不是 它不是单单一个方法 缘分来了 会骚扰你的心 但是你用你的 鲁鲁不动的内心 来控制好自己的缘分 那不就是 灵不随远转了吗 嗯 好 明白了吗 嗯 好 刚刚师傅开示 嗯 嗯 啊 我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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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喂 啊 请讲 啊 师傅好 师傅对不起啊 你稍微讲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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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对不起啊 嗯 嗯 嗯 师傅对不起啊 嗯 嗯 他说 这个同学说他那个气血不足 然后呢 嗯 健康问题 这个亚健康问题比较严重 嗯 他偶然发现 就是单盘双盘 对身体有好处 人士肯定觉得效果很好 他很喜欢这个单盘双盘的姿势 但是 他想问师傅 是钻手为对的不能打座的原则吗 嗯 你 最好嘛 叫他 因为 等到你一盘腿的话 实际上你就在打 跟地府打通这个气脉 打通气脉的话嘛 你又不 又不 又不这个真正的这个打座 你这个 上面的那个 上面如果跟天上的天气接不上的话 那你下面一接上的话 你很可能就是会 入魔 走火入魔 或者他的过去的 那些冤情载主来找他 你肉体上是束朴了 但是你的危险性就增加了 我只能讲到这里 就像你做 做做做做做做那个一样的 你比方说你很喜欢这个动作 但这个动作做了时间长了 对不对啊 你很容易被被 比方说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说 人家的手走路的时候都 就放在下面这么晃着走的 你很喜欢做了一个拿枪的样子 拿个手指啊 就拿个枪的样子 你说我这样很舒服 那你老拿着这个事 你是舒服了 那警察看见你就过来找你麻烦了 嗯 我讲的话 你意思听得懂了吗 嗯 我明白了 其实最舒服的知识是什么 知道吗 呵呵 睡觉呀 呵呵呵 呵呵呵 你就睡在床上 脑子干净点念也没关系的 呵呵 你吉祥我照样念经啊 呵呵呵 也不要单盘双盘了 我是同意断盘双盘的 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啊 明白吗 万一出点事情怎么办 你看医生都是这样的 啊医生就这样 你看老人家出门当心啊 出门当心啊 他天天叫 很多人不是一年又十几万人 就这么压死了吗 嗯 对不对啊 好 对 好了 下一个问题是 您在那个9月25日里兰法会的开始中说到 你们用心去行善 做点恶事 你会折服 但是如果你是有意行恶 偶然做善事 你所有的福费全部都会丢掉 然后您在文化文化里面说到 如果是怠慢行善 就是已经在行恶了 那么怠慢行善是不是算是有意行恶 不是啊 怠慢行善的话只是懈怠 并不代表有意行恶 有意行恶是 你的意念当中完全有恶的念头在 我举个例子好吧 比方说你打蚊子 对不对啊 你今天不当心手这么一摸头把一个蚊子打死了 对不对啊 和你有意的去派它 你虽然没有把它派死 但是你这个意念 恶念就在你心中形成了 听得懂了吗 嗯 嗯 啊 感恩师傅 嗯 下面的问题是 师傅您在今年的冰神法会上开始到 我们真正需要克服的是自己的想象力 有时候我们最可怕的敌人 就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那种障碍 师傅我们学乎用冰神滴溜感都比较准 但是我们如何去分辨 这是真正的冰神感还是我们自己的假想妄想所产生的念头呢 嗯 很有脑子 还会问这些问题很好 想象力 啊 想象力我告诉你有两种 一种叫虚幻的想象力 一个是真实的想象力 如果你建立在真实的想象力当中 那比方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吧 你有这个房子了 你说我可以把这个房子割开 哎 我可以造一个阁楼 虽然办不到 但是因为你有这个房子 你在这个真实的想象力当中 对不对啊 嗯嗯 如果你是虚幻的想象力 哎 这个房子根本还没有买了 你只是看了一下 你也不一定买得起 你说如果我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啊 我要弄个阁楼 哎我要啊 房子割成好几间 我要做个酒店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就叫虚幻的想象力 明白了吗 所以 明白了 什么叫不好的想象力 虚幻的想象力就是 无中生有的想象力 一个是人家说 你这个不着编辑的想 你不要想 你再想下去就神经病了 这个妄想 啊 妄想了 妄想前面再加上一个痴心 为什么 没有余思的心 她不会妄想的 所以叫痴心妄想 哈哈哈 比方说一个女孩子 啊 她很喜欢史太龙 啊 美国好莱坞明星 对不对啊 她先有痴心啊 哎呀我好爱她 看了这个电影之后 哎呀 这么好 痴心了 哎呀我要神经嫁给她好了 好了痴心一来 然后想我到美国去一次 说不定在马路上碰见她了呢 说不定她一看见我 两个二毛子就紧紧盯上我了呢 哈哈哈 痴心妄想 哈哈哈 哈哈哈 明白了 明白了吗 哈哈哈 然后 下一位就是 您在集中科法会中说到 人的幼脑是自我思维的嫌弃的 又幼脑思维很容易固执 但是又很容易 启发自己的本性 呃 对于时常体生又开始 为什么又容易启发本性 那你却又容易固执呢 很简单了 启发不了本性就固执 哦 听得懂吗 我问你 你今天去挖金 在一块土地上 人家告诉你 这下面有黄金的 你挖呀挖呀 挖了十几尺了 还没挖到黄金 你固执了吧 啊 啊 开始执着了吧 对不对啊 你失去信心了 会慢慢的 如果你 你今天我 我挖到了 那你真的 从实性 那你是黄金挖到了 对不对啊 它有没有本性啊 有啊 在下面你还没挖到 你挖出来全是那种污泥佐水 你知道淘金吗 淘金怎么淘的 多少沙子啊 把沙子 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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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一滴啊 小的不得了的黄金啊 再这么弄出来 再不停的这么塞啊 塞啊 啊 这叫大浪淘沙啊 告诉你 淘沙 淘金者 淘金者 为什么叫淘金啊 那几万颗沙子里边 有这么一小颗的黄金 就这么慢慢聚集 所以黄金才价格贵啊 小鸭都听得懂了吗 嗯 嗯 师傅您说 您那次谈来说 左脑思维是受到外界刺激的感应 是本身思维所在 然后您在文化中也说到 说我们的心控制大脑 大脑 然后给六根发出指令 对 那么是不是这个左脑思维 是控制我们的眼耳鼻声音脑 左脑实际上已经 应该说已经比大脑啊 就是比右脑啊 要要要要详细很多 一个是方针政策 一个是具体执行 具体执行 批文到心 由心先传指挥部到大脑之后 由大脑分成两个部门 一个部门是具体政策执行 另外一个部门就是具体的事物执行 然后再用你的眼睛咽耳鼻声 身体再开始运作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下面就是 是不是您在那个 往期的节目中有提到 给不信佛的家人 念金 念小黄子 他们 不能百分百的收到 包括给不信佛家人的功德 他们不信的话 收到也比较少 那么我的问题是 如果给不信佛的家人 念金 相比给他们功德 哪个他们会收到的多 有种是他们可以找到开悟呢 自身利益为上呀 比方说他不信佛的人 你要给他利益呀 比方说他最想得到的什么 你能够解决他什么 他就开始 自身利益得到满足了 他就开始信佛了 你看很多人为什么骗子 为什么能骗成功啊 他永远去骗你心里最喜欢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父母亲 全愿自己在苦最喜欢的 是让孩子读书好 中国华人都是这样 对不对 他那个骗子就说 他就说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买的这个软件啊 只要一装上电脑啊 你儿子百事通啊 老师都不要请啊 辅导课都不要上啊 他自己百事通啊 这个电脑软件四千块 妈妈咬咬牙买下来了 就是这样 他为什么生意做的好啊 他是会从孩子着手 在父母亲当中最愿意 能够接受的一个理念开始 我们学佛度人也是这样啊 他求什么 你应什么 他就相信了呀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这么有智慧啊 有求必应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哈哈哈哈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比你就好一点点 高一点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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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仪式 这个仪式的很 师傅 下一问题是 您在6月18日的广播节目中说 不要去掠夺别人的功德 就是说人家做功德很有成果 你只要去记住别人 你就是在想拿人家的功德 师傅 功德是用我们最深的佛性做出来的 是不是不能被掠夺做的 可是为什么师傅又提出这个掠夺别人功德的这个概念呢 掠夺别人功德要看啊 我是当时怎么讲的 前面怎么讲的 你再讲一遍 我刚刚没听 您说 不要去拿 不要去掠夺别人的功德 就是说 人家做功德和有成果 你只要去嫉妒别人 你就是在想拿人家的功德 哦 人家在做功德 你嫉妒别人就是在拿人家功德 对啊 这个话完全正确 为什么呢 比方说你在做好事对不对啊 嗯 做好事对不对啊 你嫉妒了吧 你比方说嫉妒他了 做好事了 对不对啊 你是不是 嗯 你是不是 在意念当中 不希望 他做这个功德 让我来做 你嫉妒他了 现在是假的 不希望他做 或者不应该他做 或者怎么样 你嫉妒他了 你是不是想把他的功德 掠夺掉啊 嗯 你犯了吗 实际上 意念上 跟实际上 都是犯罪了 一个男的去强奸女人 和一个 一个男的 在意念上强奸人家 你说 两个都 是不是都是同时犯罪了 对 好了 一个是犯的阴罪 一个是犯的阳罪 听不懂啊 明白了 师傅 您说 英国定律是铁律 那么 为什么会有好心 但坏事的现象 发心是好的 为什么会产生 不好的果 所以其中 是不是又有新的 英国产生 而导致结果的好坏 还是住人的问题 哎呦 又出来一个 精进学佛之人了 哎呀 哎呀 好了 心灵法门有 有前途了 哎呀 又有一个出来 问的很好啊 问的很好啊 英国它是在轮回 也是在循环当中的 对不对啊 循善因 皆善果 对不对啊 那么你的思维当中 想把这件事情做的好 你后来没有把它做的好 那是果 会不会转换 为什么 是你因不存 而产生果 不实 听得懂了吗 你吗 还是发心的问题 对了 发心百分之一百存 一定做的好 发心百分之一百不存 那你一定做不好 那么也有很存心发心的 为什么做不好 那是因果不成熟啊 哦 明白了吗 有些素养还没 对了 就是说你命根当中 本来没有的 你再发心也没用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一定想发财 你求菩萨求得来是真的不得了 你命根当中没有财运 菩萨怎么帮你啊 菩萨不动因果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哈哈哈哈 那师傅开始 然后师傅 下一个问题是 您在《百话佛法》第四册 第25篇中提到 如果你做好事的话 也是在你死之前全部爆掉 这就是善有善报 这个报一定会爆掉 而且善事是在金事爆掉 不会留到来世 只有功德可以带走 来世再报 我的问题是 今生那些有钱有名 有人间死到的人 他们这个上辈子中的善因 然后这辈子得这种 大富大贵的这个善报 可是为什么师傅说 善事不会留到来世报呢 他们是不是想受掉了啦 想受掉之后 他们就算这辈子做了善事的话 他最后投到哪一个道 已经用了他这些善事的功德了啊 大姑娘 你比方说一个富商 他虽然上辈子做了很多事情 他这辈子有钱 他做了很多的善事 但是他走的时候呢 他最后呢 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么多的善事 才让他投到天道 是不是这个已经功德 这个善已经爆掉了啦 对 对 但是为什么有人经视他不报很好 这个也是上辈子这个 那上辈子的这一个果报 很简单 那上辈子的果报 一定他已经成为功德了呀 哦 才带到来世报 啊 你又忘记功德两次了 哈哈哈 哎呀 我怎么这么愚痴的啦 我怎么这么愚痴的啦 我 我 不是你 不是你 我更愚痴 哈哈哈 哈哈哈 师傅 那个 呃 什么情况下 功德会来到来世 有利于我们修行 什么情况下 功德会转成人天福报的 功德什么情况下 会转成人天福报 啊 你功德 想做某一件事情 比方说你想超出六道 你没超出六道 你最后 掉下来了 抽人了 他就转为福报了 明白吗 一个法师 这辈子吃苦耐劳 苦修 啊 拼命想挑出六道 他最后没超出六道 他掉下来了 他就在人间 把所有的上辈子做法师的功德 全部转为福报 那么投了一个很有钱人家里做公子 做做这个公主 就这样 明白了吗 那福报和善报是一个意思吗 福报和善报有连贯性 但是不是一个意思 善报是什么呢 你做善良的事情得到的一种 果报善报 善报 回报 福是什么 福已经因为聚善成福啊 你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了 你才会有这个福的 你你单单一个善 你怎么会有这个福呢 人家说啊 百善才能成为一福啊 所以这个人真有福气 那是因为百善才会成为一福的 哈哈 我师父明说有没有感受 现在知道了吗 现在知道我和你的差距了吧 师父就是比你们差 就在差在这种地方 哈哈哈哈 逗你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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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问题 关于原容的问题 我们有时候 因为说法做事不原容 而伤害了别人 师父也是因为 齿别性不足 没有为别人着想 没有这种为别人着想的智慧 所以才产生这种不原容的 对啊 你完全为人家想的话 你怎么会不原容呢 对不对啊 妈妈如果完全 为了孩子着想的话 一点不自私 孩子怎么会不爱妈妈呢 妈妈就是一会儿嘛照顾孩子啊 一会儿嘛就是自己自私了 那孩子才会觉得看不起你啊 你这个妈妈怎么这么自私啊 对不对啊 举个简单例子 妈妈今天给孩子买回来的牛奶 孩子啊 你喝一半 妈喝一半 那你买回来就给孩子吃喝的 你为什么你要妈妈要喝他一半 妈妈说我喝了有力量 我才能更好地照顾你 你说这种理论孩子能服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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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一人一提 是师父您在那个4月16日冰城 记者开始中说到 人在城中不是城 神在心中化灰城 师父这句话如何理解啊 人在城中不是城 你吃大蒜 你不觉得它臭 听懂吗 嗯 第二句是什么 神在心中化灰城 因为 你不吃大蒜了 你理解大蒜是臭的了 你不不 戒五戒了 所以你大蒜不吃了 你是不是在心中就没有大蒜了 化掉了 就没有臭味了 嗯 意思就是把它简单的就是告诉你 你人在红城当中 你没有感觉自己在红城当中 你今天做了坏事在人间做了这种 大家都去做的那些坏事 你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坏事 人在城中不知城 听得懂了吗 嗯 对不对啊 化灰城什么意思啊 你离开了红城 你才能化解这个红城当中的那种五与六城啊 嗯 我说 哇 这个订阅挺厚的 我原来以为就是很简单的理解 痴辩的意思啊 还有这么深层的意思 哈哈 看师父 哎呀 今天被你这么一讲 师父要重新看待自己 哈哈哈 师父 嗯 下一个问题 就是 您以前开始说 提到过一个例子 就是 能自己舌 人们说救舌的话 不一定要把舌放在怀里 去去温暖它去救 也可以在舌的周围 放到根火 让它慢慢的活过来 这样又救了舌 又保护了自己 人们开始 学佛必须要行善 不伤害自己 又能度到众生 就是妙法 你让别人开悟 而让自己又能度到更多的人 这叫智慧 师父 因为恶者 我们如何 社会的选择 施善的手法 不伤害自己 又能度到终身呢 好几种了 看见恶者 对不对啊 你愿意救他 你是拥有慈悲心 这是 这是善念 很好了 嗯 那么你不能伤害自己啊 对不对啊 你伤害自己 你以后怎么度人呢 保护自己 是为了更好的度人 而不是说 保护自己为了更好的活着 对不对啊 嗯 那么 一个蛇 你知道这个坏人 可能会伤害你 你为了度他 你最后连自己 都被他伤害了 很多佛友 本身很好 因为去度一个坏人 这坏人能说会道 骗钱骗财骗色 最后被他拉走了 你说这个佛友 是不是农夫与蛇了 是 好了 那么你现在 又要度他 但是呢 啊 要避他 要远离他 能度即度 啊 度不了 慢慢再度 那你不就是 放篝火了吗 让他暖了 暖了之后 他要咬你 你就逃走了啊 不会被他咬伤了啊 你放在怀里把他 温暖了 他把你咬伤了 你又不是菩萨 你又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再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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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明白 就是好像上官医人 对啦 有些坏人太坏了 你度不了 你要被他所害的 远离啊 连师父看见有些孩子救不好 恶劣更性太重 远离啊 那中国中国中国人的智慧你还不还不离开啊 第一季第二季孙子兵把多少季啊 哪一季最好啊 想给我听啊 啊 所为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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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吗 离开他是上冲啊 对不对啊 不就跟他搞了 远离了 明白 明白了吗 远离邪恶 你就无邪恶了 远离杂念 远离杂念 没杂念了 远离烦恼 没烦恼了 对不对啊 对 你看看 那个兵法 厉害不厉害啊 你那个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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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兵法 孙女兵法 孙女 师父 您就是说在前几天 昏身 涂大离当中 您说了一句话 您说经常要换个角度 别人想 就是你会活得非常的坚强 您说人和人之间会有竞争 但是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当你知道别人感受的时候 你才会真正 你才会知道真正的正确的 对自我的感受 是不是这个就是 对自我的感受 我都怎么理解 自我感受啊 就是自己有体会啊 比方说 有一个男的 有一个男的跟老婆吵架了 对不对啊 说老婆你今天在家里 我在外面天天上班打工赚钱 苦得不得了 你在家里天天享受好了 没有自我感受吧 没有换回思考 老婆被他一听 气着来回娘家去了 晚了对着一塌糊涂 好了 他第二天在家里洗碗 洗衣服 去买菜 自己做 一天下来 理解别人了 是不是有自我感受了 嗯 是不是一个简单的 这个这个例子 不就让你就明白了吗 好了 是的 好感受 今天没有问题 嗯 欢迎继续提问 下次请早 哈哈哈哈 感恩师傅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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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哈喽 喂师傅 你好 感恩师傅 嗯 嗯 嗯 师傅我帮同修解 解三个梦 嗯 有一个同修梦见 装小房子的红袋子丢了 之后看到马路上飘着两张小房子 意念里是同修自己的小房子 同修就去追 然后追就捡到一张 然后同修想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小房子被人家拿了呀 哦 你的小房子已经被人家拿了 就是没放好了 哦 好感恩师傅 然后还有一个同修 他梦到路过一个特别大的房间 像是一个工厂 然后门是开着的 里面全部都是猪头 然后猪头放在桌子上 同修下意识在梦里面往生皱 感觉到气场特别不好 这位同修就说马上不敢念了 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上辈子的 杀业 上辈子他的其他杀业 嗯 嗯 还有一个同修 他想问师傅 就是同修他那个昨晚梦见 跟另外一位师兄同修一起去天上了 一直跪着 膝盖下面都是鲜物 同修两个不敢抬头看 两边站着两排护法菩萨 然后过了一会儿就过来一个穿白色白衣的女人 走到离同修很远的地方坐下 同修看不清他坐在什么上 手里拿手里拿着一个名单 上面清楚的看到有这两个同修的名字 然后声音慈悲温柔的问 你们两个是清修吗 另一位同修抬头说不是做不到 呃他再确定问了一遍 就把那位同修的名字画掉了 然后问做梦的同修 同修就说暂时是以后不确定 他叫同修想好了告诉他 然后就醒了 这两位同修都是已婚 然后想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这个梦境 这个梦太厉害了 我告诉你啊 所以我告诉你 你们知道吗 在人间啊 做所有的事情 天上全有一本 我们说天杖啊 天上有杖啊 杖本的 嗯 天官的 就是说 我再讲一句给你们听听 一个人万恶淫为首 嗯 一个人清修的话 很容易上天 一个人身体不干净 灵魂一定不干净 你说对不对 嗯 你说灵魂干净的人 肉体会 会 会不干净吗 如果一个人灵魂不干净 才会去做那些肮脏的事情啊 对不对啊 嗯 你说着看 滑掉什么意思啊 上不去了啊 啊 这位 这位同修他就是很难过 然后想请师父呃 慈悲开示开示一下他应该怎么办 因为他呃他那个呃他他他他给他先生 然后他先生因为这个事情小房子现在都不念了 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这个很多事情就像刚刚前面那个人讲的一样 很简单了 菩萨 菩萨看我们说 哎呀孩子啊 你早点回来吧 啊 就是不要就是 师父刚刚举个例子 你不要就是跟主人讲了 一个鸡跟主人讲了 他抢我的蛋 听得懂吗 嗯 哎呀可怜呐 我告诉你啊 你为了某一个人 那为什么做法师了 你要是如果像法师 学习的话法师 法师有家庭不了 没有家庭 他是大家没小家了呀 嗯 法师不是人的 对不对啊 他也在修啊 他为什么能克制啊 对不对啊 他已经没有欲望了 没有没有这个淫欲了 对不对啊 他们干净 所以他们为什么能够上天啊 他们干净啊 那人为什么上不去啊 不干净啊 那你现在我跟你们讲了 我没有要求你们啊 断淫欲啊 对不对啊 嗯 五界里边是不不不做邪影 但是问题你现在修的好了 你就到了一定程度 你就上不去了呀 听得懂吗 因为你有这个条件 阻碍了限制了 你就上不去了呀 如果你就 如果你要是再要上去修上去的话 你就难了 因为你有条件限制了 听得懂不了 嗯 感恩师傅 下一个问题师傅 就是有一个 就是如果共修组里面 有家里面是做杀生行业的同修 他他请那个共修组的同修们吃饭 然后吃饭的同修是否会悲业 还是说是否AV治比较好 他请人家吃饭 他拿家里的杀生的钱 你就有业障 就是吃饭的同修是否会悲业 当然有啊 哦 很简单了 举个简单的意思好不好 嗯 啊 这个这个黑社会请你吃饭 他的钱都抢来骗来的 你吃了之后 哪一天警察抓起来的 把你一起抓进去的 问的 嗯 有没有备业了 有 好了 嗯 感恩师傅 然后还有一个同修问 他说如果是几个同修一起学习白话佛法 是一起读白话佛法 还是每人读一段 哪一个比较好一些呢 我觉得当然每人读一段比较好 哦 因为读的时候对他有一种上经历和精进力 他会进步 他会努力 哦 他读的时候他就很认真 他跟大家读的一起 中国一个古古代语言没听过啊 烂语充数啊 哦 对不对啊 哦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嗯 师傅啊有一个梦境啊 之前就是梦到那个 这个梦境是我自己梦到的 就是梦到和那个法师们在一起 然后弟子出家了 然后法师们都恭喜弟子 其中有一位法国的比丘 他就告诉告诉弟子 梦里面意念是知道这位法国的这位 呃 比丘是开了天眼 然后他就对弟子说 他说呃 他早就知道 呃 他说他他早就知道弟子会出家了 现在你终于出家了 恭喜你 你很棒 很看重你 然后美国的法师当时也在 就是很多法师都在 然后都都一起恭喜弟子 然后请问师傅 这个梦遇试着什么 请师傅慈悲开始一下解梦 从这个梦来讲 你肯定应该出家呀 哦 问题就是没有出息就出不了家呀 要出家的人多呢 没出息的人也多呢 哦 要做有出息的还没出息的 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有什么办法啊 嗯 现在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出息的呢 你有出息的啊 弟子了 弟子了 像真的一样弟子 弟子什么都放不下 能成什么弟子啊 嗯 你碰到这个师傅 我告诉你就是很厉害的 教育不好人我告诉你 只不叫父子过 对不对呀 学生不好就是老师的责任 没话讲的 对不对呀 明师出高徒 严师出高徒 什么客气的 不严了 不严就害 害弟子 你还不如不收呢 你还不造孽呢 嗯 我讲对不对呀 嗯 对感恩师傅 好了 嗯 然后 这个同修他 他梦到了好 好多次了 就是这个梦境 类似于这样的梦境 好了完了 哦 再梦见再不出家嘛 就这个 这个会命就没了 他不会一直梦到的 到一定时候他就结束了 哦 啊 没了 就没出息了 已经没出息了 哦的人已经没出息了 没办法了 哦 放不下呀 放不下呀 好的 谢谢师傅 这个肮脏的身体还要 还要喜欢 还要去做那种事情 我的妈呀 哎 想想看人都脏啊 真的 真的 嗯 从脑子脏到身体 哪个地方不脏 你告诉我 哪个孔流出来是干净的 你告诉我呀 嗯 哎 哎 感恩师傅 连血流出来 苍蝇马上就来定了 嗯 明白 谢谢师傅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有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 那个 之前就是 呃 讲那个一切有违法无自信 是否可以理解为万法无自信 万法里面是否包括无违法 请师傅慈悲开始一下 你说什么 就是一切有违法无自信 是否可以理解为万法无自信 万法里面是否包括无违法 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 听了你刚才说的要出家不出家的 我就觉得你很没出息 在理论上转来转去 有什么用啊 对不起师傅 有什么用啊 对不起师傅 我错了 还有违法还无违法呢 你有这个资格谈吗 张的这个样子 整天人间的东西满脑子不断 你还有违法还无违法 你什么叫有自信不自信啊 你根本连信都没有 你完全是已经被五一六成所遮住的 你看不到自己的本性了 你什么有违法无违法 全部都无自信 你都看不到自己的本性了 听得懂吗 回答你问题了 对不起师傅 自信是自信本身就是拥有的本来就有的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做有违的无违的 其实他都有自信在里面的 只是一个能够看得见能够做得出来 还有一个是看不见做不出来 嗯 所以在人间讲起来就称为无自信 是吧 无自信 你说一个人杀人的时候他有本性良心了 没有 对啊 你可以说他没有 但是你说从深层讲他是个人了 哪个人没有良心呢 他良心到哪去了 他有没有本性啊 有没有自信啊 嗯 回答呀 他来跟我探讨这些问题啊 你连最起码的基本知识都不懂啊 懂 你讲啊 你说杀人犯有没有良心了 有没有本性了 没有良心 你看 但是他们是有本性的 他们的 没智慧了真的 杀人犯他也有 佛佐讲了什么 啊 众生皆具佛性 怎么没有佛性啊 他是五一六成把他的佛性全部掩埋了 他的本性已经找不到了 嗯 所以说他无自信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好了 不要像一个研究家一样 像真的一样 好好的一步一步做起吧 跟我插插桌子 插插板凳 不要以为自己是个研究家 好好在佛堂里面做点功德啊 把人家搬板凳 插桌子 这些都是完全有有自信的东西 好好先学吧 嗯 感谢师傅 不要拿来一套套来理论了 好好的学了 好像 好像讲的人家听不懂你就是有水平啊 不是 感谢师傅 就像很多医生 就像很多医生写字写的来疗草的来 开着药方 鬼都看不懂的字 他觉得他写字写的很漂亮一样 嗯 我讲对吧 嗯 你讲写的东西真的 好好的修了真的 高境界的事情 要高境界的人才能做 我告诉你 没有行 你是修不成心的 嗯 嗯 好好听师傅这句话 明白 没有行为 你就修不成心的 因为你是人 你必须要有 要有好的行为 善行 善 才会有善念 嗯 行为都不行 你怎么可能 单单靠理论就能成为一个大菩萨 可能吧 你说哪个菩萨不行的 你看看佛陀当年行走多少路去救度众生啊 嗯 嗯 赶 赶 你看声音变了 就说明 没有 就有炉炉有动了 没有 不能动 有什么动啊 自己好好地忏悔了 你已经 你已经掉掉太多的本性了 你已经很可怜了 你回去回去都不知道了 你知道你自己 应该从什么地方来的 你想想看你在人间做了多少啊 吃了多少苦啊 你就享受这些人天福报 这么一点点的荣誉啊名誉啊财运啊 你就开心的不得了 你就像 就像一个 动物一样的 有点肉吃吃 就开心的了 听得懂了吗 对不起 对不起师父我错了 一定好好改的 真的 我跟你说 本性丢失了 佛性就没了 嗯 明白吗 嗯 好好的修啊 真的不要对不起菩萨了 在人间享受了一点点的福报了 觉得自己了不起的 然后嘛 就苦的呢 其实很多人我告诉你啊 人间的任何的福都是苦的 没有一个福不苦的 福就跟苦在一起的 就跟每一个菜一样 你想甜的话也是有盐的 没有盐 这种甜甜的是很可饿的 听得懂了吗 要生糖就要病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好了好了 看师父 好 再见师父 拜拜 现在知道了吗 本性 经常把你们找回本性啊 一会就丢失了 找回本性一会又丢失了 人难了很可怜了 刚刚想通又想不通 刚刚想通又想不通 这种叫循环 这种叫六道轮回一样 就叫轮回啊 一会想通 一会想不通 时间这么 循环时间长了 它形成个恶性循环 之后就变成忧郁症了 所以人不都老想不通的 所以人不都老想不通的 经常想不通的话 你就是忧郁症啊 诶 有这么个师父整天在广播里大声疾呼啊 希望大家就赶快醒醒吧 不要再沉迷在五一六成当中了 不要在小火当中赚不出来啦 永远是要面子 死要面子活受罪 放下吧 这个擦干自己的痛苦的灵魂 好好的去拥抱人间的智慧 去好好的和众生在一起活着 不要为自己活着 为自己活着的人是很可悲的 喂 喂 很可悲的人打进电话了吗 喂 听得到我声音吗 喂 喂 讲啊讲讲一点啊 啊对不起师父 我刚才没听见对不起 师父您好给师父请安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啊 啊师父 先给您反馈一个案例 嗯一个同修的儿子 他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 因为感情方面受挫嘛 然后他加上天生性格就很内向 不胜于调理心态 就很想不开 然后工作也辞了 整天闷在家里 还对着父母都发脾气 对着母亲发脾气 然后后来发展到胡言乱语 还反复的质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连母亲都不认识了 整个晚上都不睡觉 大海大叫的 最严重的时候还跑出去 打饭馆啊 然后打母亲啊 还拿着刀出去砍人 然后好在那儿子变成这样 他母亲就心里就特别的无助绝望 甚至想过以后下半辈子 带着怎么生活呢 他就有一种亲身的念头了 然后就在这个绝望的时候 他就接触到了心灵法门 在同学的帮助下设了佛台 许了大院然后吃全素 在三个月内许愿给儿子的妖精者 念六百张小房子 放生五千条的鱼 然后还出去度人 同学就这样拼命的给儿子的妖精者 念小房子 然后其中还有一段时间 儿子特别的严重 因为妖精者要的很急嘛 同学就这样拼命的念 然后坚持了一段时间 当小房子烧掉一百五十张的时候 儿子的病情明显好转了 情绪也稳定多了 脸上有了笑容了 也不打人了 然后还懂得关心母亲了 到现在同学一共给儿子的妖精者 烧了一千五百张小房子 放生了一万条鱼 然后儿子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好了 现在还主动说和同学一起要出去找工作了 同学就非常感恩 他现在和儿子 他就觉得都是得到了重生和解脱 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 非常感恩师父 分享完了感恩师父 恩 嗯 菩萨保佑 恩 对 太发起了 恩 师父接下去问几个问题 恩 师父我们那个佛台上 恩是先点油灯再天油呢 还是可以 就是先天了油再点灯呢 拿的比较好 嗯 什么 啊 先 你可以点灯添油都没问题的 点灯添油的话 你可以让副法生知道你在做这个功德 会副法生会很开心的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 如果要是先把油倒满了再点灯也问题不大 恩 哦都可以那太好了 恩恩恩 哦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 嗯 以前师父放生的时候 师父就会有一段祈求的词语 就是说 嗯 求归心菩萨成年人间一切有缘众生 让我们离苦得乐 我们放生能够成全众生 也是成全自己 希望能听父法保佑我们的善心善念和善愿 能够得到天地感应 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 然后嗯 最后师父还讲过一段是 我们精精所做的一切 可以回向给十方众生 十方佛 给我们的父母和冤亲在主 啊然后师父后来也开示过 就是回向这一句话 我们一般人就是不建议我们说的 但是有心同修 他看见师父这样祈求 他就自己也照着做了 那现在想问一下 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还是说以后不讲就可以了呢 回向 不是回向众生 回向这个 啊 和十方诸佛 菩萨 回向给菩萨 菩萨再回向给你 都是这样的 嗯 对 因为师父带领大家放生的时候 是这样求的 但是新同修 他就以为他自己也可以这样求 因为不一样的 愿力不一样 对 那个是大家 我们也知道 后来也说就是 一般人还是不建议这样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一个大的公司可以做的事情 不是你个人能做的 大的公司捐出来多少多少钱 和一个个人捐出来多少钱 那是不一样的概念 听不懂啊 嗯 嗯 对 那新同修他已经这样做了 会有什么不好影响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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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就像他以后就按照正规的正常的做来 不要讲的太大 不要讲太大 嗯 好的 那明白了 呃 师傅 您在那个前上周的那个问答中说 油灯不能够面几盏流几盏 然后就是现在同修就想问他上着枪的时候 然后突然之间一盏油灯就可能是 没油了或者被风吹灭了 那他这个时候是必须要马上将这盏油灯重新点燃是吗 对啊 嗯 必须马上点 而且呢 你看看看油灯不要太多的呀 怎么会油灯这么多了 呃 因为有些同修他就按照美尊菩萨一个油灯就 所以就可能有比较多 哦 是这样 嗯 这也可以 这也可以 问题不大 如果如果把那个风吹灭了你 你反正把香擦好了 你再去再去加油也可以 嗯 就是也就是说现在就是 呃佛才上的油灯就是要么全部都点着 要么全部都灭着 是这种状态 对对 不能不能留几盏点几盏 不可以 嗯 哦明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啊我今天请哪位菩萨 您请留步 啊其他菩萨可以先回去了 哈哈哈哈 嗯 明白了 然后现在有同修他就已经他供了六盏油灯了嘛 但是他家里比较小 他就觉得油烟的那个味道大 所以他就自己就唸了唸了七七七他把其中的四盏请下来了 然后留了两盏在佛台上 那他这样做如理不啥 可以可以 应该实际上油灯呢 你家里菩萨再多 一般的那点两盏啊 一一一左一右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呢你就点一盏也可以 哦对师傅以前是这样开始过 呃但是因为觉得多点油灯不是说清明眼亮嘛 都想开市会 哦这个哦是这样的 那这样吧 如果油灯多的话就清明眼亮的话 你们家就开油灯店好了 干门卖油灯好了 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师傅不开智慧 真的不开智慧 嗯 你弄得我也不开智慧了 我叫你家里开油灯店了 哈哈哈哈 对不起 对不起师傅 哈哈哈哈 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师傅 嗯 嗯 嗯 师傅接下去一个问题就是 同修强请问 青蛙可以放生吗 因为在他们那个地方 据说吃青蛙的特别多 呃 如果吃青蛙的多放生 这就没问题 人家吃的多 要杀的多的东西你就放 哦也可以啊 啊 但是 但是 啊 怎么马来西亚佛有帮我放牛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牛放到山上去 我是说 我说你还不如放放鱼吧 哈哈哈哈 嗯 那我们一般情况还是多放鱼 然后 青蛙反正可以也可以 嗯 可以可以可以 一般呢是放鱼 你看 自古以来佛教界的一个传统就是放生就是放鱼啊 嗯 嗯对 但是放假鱼有的 假鱼还有鱼都可以 嗯 嗯是的 放其他的呢 因为呢 一个呢 价值的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买得到买不到问题 明白吗 嗯 嗯 好的明白了 嗯 感恩师傅开始 嗯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 童修想问 帝子证放在佛台上求菩萨加持 这个时候是和尚还是打开好呢 帝子证求菩萨加持 你和尚和这个打开都一样 因为你放在那里菩萨什么都看得见 哎 你以为菩萨跟你们一样 嗯 明白吧 对不起 啊 好的 那明白了 嗯 接下来一个问题 感恩师傅开始 啊就是 童修的背景化 然后 因为贴的时间比较长 颜色很淡了 然后 而且有可能有点坏了 他就想 嗯 他要取下来换一张的话 是可以 是要念经吗 哦 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 这个就尊敬一点 讲一讲 心里讲一讲就可以了 嗯 好吧 好的 然后可以一边念心经一边换就可以了吧 对对对 OK 嗯 那这个坏了的话 取下来就包包好处理掉 应该也没关系吧 没问题 这个包包好处理掉 哦 太好了 等你要把它 等你要把它接下来的之后 上面没有任何灵性的 没有菩萨 没有什么的 嗯 都没有 嗯 好的 好 感恩师傅开始 呃 师傅接下去还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 在观音堂值班的师兄嘛 然后有几个老同学 他还没有许愿吃成素 但他其实已经吃成素了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他可以上香 就是 就上早香和那个整理佛台嘛 因为师傅开始过说要吃成素的重修才可以的 他功德不大 上早香是没问题的 只要他真的吃成素就可以了 好吧 嗯对 但是他没有什么许 许愿的话功德大 不许愿的功德小 嗯 对 好的 明白了 那上香可以就OK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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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生日了 这个送个礼物给你很正常 不要 嗯 但是据说这个礼物的金额 反正比他请一顿吃素的金额大很多 哎呀 以后再还给人家嘛 好了 再找这个 再多请人家吃一顿嘛 你做过生日的时候 请人家吃人家当然送重礼啦 嗯 那你下次找个不好生日就请人家吃 那人家就不送礼了呀 嗯 嗯 因为比较单亲设计敛财问题嘛 所以就太怕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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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感恩师傅开始 我师傅再问我 靠一只 靠一只生日就敛财啦 看什么玩具 嗯 因为 嗯 没有智慧嘛 所以问一下感恩师傅 好啦 你解释就不要解释 没有智慧还要解释啊 对不起对不起 啊 以后要学会没什么好解释啊 知道了 你学会了 就可以了 不错了 好的师傅我知道了 嗯 还是吗 好感谢师傅 呃师傅再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 家里挂的大贝咒的话 如果用蓝色的底做背景 然后配上金色的字 或者红色的字 这样可以吗 底色最好不要太深了 哦 不能太深的蓝色的都不好 嗯 哦 黄色白色都可以 淡色都可以 粉红色到黄色白色都可以 就是不能深颜色的 底 底绝对不能深色的 OK 哦 明白了 那那个字的颜色红色和金色都可以吧 都可以 黑色也可以 哦 哦 黑色红色蓝色 屁股大壮 拜拜 好 听众妹们时间关系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妹们收听 好 那么 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节目再见